近千名港澳青年昨天在浙江开启为期六天的内地之旅 参与同根联新迎国庆团结奋斗创未来浙江型活动 进一步加深对国家发展的认识 并与内地青年展开交流互动 活动启动仪式上 来自浙江 香港 澳门三地的青年 共同演绎了同根联新 永利朝头 共创未来三个篇章的文艺节目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来自澳门豪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高一学生黄广慧 与浙江的大学生们特别准备了名为追寻的节目 在乐声中 共同追寻先辈足迹 抒发爱国情怀 感觉非常幸福 因为跟大学生接触 然后大家氛围也很轻松 其次就很感谢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一些朗诵的技能 还帮我提高了我的朗诵能力 在为期六天的行程中 近千名港澳青年 吩咐浙江九个城市考察交流 通过浙江之窗感受中国之美与发展成就 大家在深入了解祖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同时 也在交流活动中结下新的友谊 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那技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 以前只能在课本上见到的东西 像以前的红传精神 我们也只能在历史书上窥见它的一点点风貌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深刻地亲身地体会到了这一些 它内在的丰富的内涵 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来看一下 看了以后回去 也能够把这个看的东西传达给周边的年轻人 希望他们互相交流 互相交朋友 大家都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感谢观看